大家好 十分感谢使用Motion的产品 这里我关于在使用Motion中 机器的振动或者说转角角度过大了 速度慢等一些现象的问题做一个解答 实际上运动控制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算法 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 这里有一个英文文档 我已经放在网盘里面了 在ZKMotion的这个说明 其他说明里面 有一个Machistan CV Setting 就是一个CV模式设置 这个关系到运动控制很多的那个说法 最基本的先要把机器的电机条 那个参数要调对 我们以不经电机稳利 一般情况下 我们推进的是以25细分的 那个不经电机设置 也就是说5000个脉冲 那个电机转一圈 要是导成15的撕杆的话 这个脉冲当量就是5000除以5000 就是1000 它的速度呢 就是我假设是上线 不经电机经验值来说 超过了300转的话 它那个力气下降会很大 要是作为300转 或者说更低一点 我这300转的话就是 300乘以5 就是1500毫米每分钟 那这个1500除以 除以那个60 就是转换成每秒的话 它就是25 乘以它的脉冲当量 实际上它的频率就是25K 也就是说 那个你这个X轴 在它的速度上限 这不是上限吗 实际上这个速度 是这个轴能跑到最快的速度 这是有限定的 是限制了这个轴 不让它失误 这就有一个上限速度 在上限速度情况下 那控制卡输出的脉冲频率 那就是25K就能满足了 所以大家说 你的卡频率这么高 我的那个电机怎么受得了 我的控制器怎么受 那个驱动器怎么受得了 说实在的 这个脉冲频率是脉冲 和这个运行的直线速度的 一个层级关系 不是说是控制卡 直接的发脉冲频率 这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不要乱理解 所以说一般的步进电机 还是5K也够了 那师傅的话 它就有要求很高了 它是3000转每分钟 那就是后面还加个0 15000的速度了上限 这样算下来的话 一个那个 师傅的话 它就上限频率 就要达到500K 250K也行 因为你的脉冲能量是 要是有一个电子耳能转换的话 它就是250K 你要是不改的话 就是你写的2000师傅 那就是脉冲频率 上限就要到500K 所以说每到500K的控制卡 师傅根本就跑不起来 跑不到它的最高速度 是这个意思 当然你改电子耳能 它也可以达到效果 那就是说你一个脉冲 电源师傅转过的角度 那就是角度要大一些 就这个意思 我现在恢复一下 这就关于这个加速度 加速度一般的说来 根据经验 取速度的一半 或者大一点都可以 或者说跟速度同值 这要求你的机架不是那么重啊 你太重的话 你可能速度要再进一步降低了 最好所有的轴 都设置成相同的数值 速度加速度 特别是加速度 加速是设成相同的 速度值总会因为 所有运动轴中最慢的那个轴 要迁就它 所以它那个 你运动 有时候看到 哎呀怎么速度这么慢 那肯定是在你那个 鸡蛋码里面 有几个轴在运动 最慢的那个轴 会牵制整个的运行 所以保证 每个那个 你的那个最慢的那个轴的点击 能够满足你的加工要求 这是关于电机设置的问题 这下大家应该要明白一些了吧 关于这个电机参数 从那个 MARC3的一个官方的说明来看 它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人提出了说 我那个机器 就是在拐弯的时候 那个角度过切 怎么这么大 怎么样减小 实际上它那个官方的作者 就进行了一个解答 回答 后来得出的结论呢 在后面我也进行了翻译 有一个文档 它说我上传到网站上去 得出的结论就是 你应该是尽量的 通过降低加速度 和进给速度 才能够保证它的更精确 你加速度越 不是这个错了 应该是加速度 越高 它又越精确 进给速度和加速度 要进行一个匹配 要想加工的那个精度越高啊 最后的结论就是 精确可能的 把加速度受到最大 越大越好 Ca模式 它是以那个 尽量以横数的方式 进行通过 那个你的基代码的各个点 不是说是严格的执行 一个点到一个点 一个点到一个点 那叫精确模式 这里啊 这个横数模式 精确模式 是G64是横数模式 G61是精确模式 实际上在这里 也有一个选择 在总体设置里面 一个叫常数运动 就是横数模式 我们常说的 在于精确停止 这就是精确模式 那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到了位置后 再停停下来 再走另外一个点 做浮雕和一些简单的加工的手 一般都是在 我们说的横数模式 我觉得它常数运动模式 装得下 这是关于 那个中底设置里面的横数模式的一个讲解 这个跟那个控制卡的运行的平稳性呢 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专门的文档叫 有马其山CV setting 这个是在马其山的官方网上下载的 这是应该是一个内核的工作者 他根据代码的经验来进行的一个说明 这里的横数模式 CV模式和Action Stop 就是精确停止模式 一个介绍到底是哪一种哪一种 另外就是有CV模式 就是横数模式下的一些参数 几个参数的一个设置 这里面主要就有一个CV Distance 那个Tolerance 这个就是CV运行的 CV就是横数模式运行的时候 在拐角的时候 它那个很多很多说法 就是公高的一个参数 实际上它这个这个参数 就是说在拐弯的时候 这个你要加工的 要加工的一个点 和你实际走的点的误差的最大值 这里说的就是一个误差 说的是那个当时文档里介绍的 但是实际情况下 这个设置好像没有起到作用 从我实际的经验来看 另外就是一个 StopCV on Anger 就是说 停止 常说运动模式 在哪一个角度 大于多少度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有效地 控制了 在拐直角的时候 那个直角变成圆弧 变得很大圆弧 或者说在掉头进行一个 我们做一个那个牌子 就是用扫描很少的方式进行加工的时候 会发现那个边框 变成了一个锯齿或者不规则形状 这也是由于这个CV StopCV on Anger 就是我们这个总理设置里面 点错了 总理设置里面一个StopCV on Anger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你要是设得过小 过大 它可能就是在 那个运动方向 改变的角度 但是还是在 横竖模式情况下运行 这样就会 把原来一个 一个 一个 或直角或者其他的角度 变成一个圆弧过去了 你要是打开的话 把这个角度设得越小 它那个各种细节就越清晰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 你要是设得太小的话 另外一个引发的问题就是 可能你那个图 坑坑洼洼的各种细节很多的话 机器跑起来就震动得很厉害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好多参数是要根据 自己的机器慢慢调的 不是说一个参数就定了 定型了 而是根据你的机代码 这个机代码呢 你用的软件的处理方式 和算法不同的话 它也处得不一样 因为你的 F值 有的是做动态的 一个变化的 有的F值 就是进到速度 它是 机器开起来 就是一个速度 一直那么加工 在那个官方网站上 这个作者就介绍了 实际上 他所介绍的就是 加工速度 跟那个精卷度的一个平衡的问题 因为很多细节的地方 拐弯太多 或者说坑坑洼洼的很多的话 一个轴刚加速 进入到我们减收阶段 另外一个轴 又开始加速 这样的话 整个的运算 它就变得很复杂 就不可能说达到 我们说的进给值是多少 就应该达到多少 这不可能的 要平衡震动 和加速 那个加工的精度的情况下 是尽量 进给是越慢越好 另外就是在 这个英文文档里面 后面有一个设置 CV distance 是前面在 那个总体设置里面 已经设置过的 还有一个CV的 Feed Rate 就是横数模式的 那个速率的问题 在设置界面 这个地方 这个速率呢 从原理上说 应该是说在 那个进行横数 横数运动过程中 在有一些拐角 比较大 或者细节 比较多的地方 可以进行一个 降速的运行 但这个实际情况下 好像也效果不太明显 开启了横数 把横数 这个 这个说法也不太精确 横线数切割 但是 官方的解释 目前来说 我也没找到 但是他就是说 打开之后 那个轴的运动 它会平缓一些 进行的一个优化 进行的一个优化 一般情况下 你可以根据 开横线数结割 把速率降低 这种模式 或者说 你把总体设置里面 把stof cv 这个角度 这个勾上 这个cv距离的话 实际上 有没有用 我具体没测出来 大家可以对比 试一下 到底哪种 那个机器震动小 这些加工精度更高 要通过自己的经验 来进行一个配置 一般情况下 我们那个很多 其他厂家 或者说的卡 都是把这个stof cv 的一个角度 设得很小 能保证细节都能够出来 这个我也是这样 推荐大家 打勾的话 就把这个角度设小一点 瘦的6度 18度 这样的 不打勾的话 就把这个 横线的切割 可以打开 试一试 在道路 这个模拟情况下 两个对比的一下 运行时间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可能效果就差不多 从那个 马西山的官方 作者来讲的话 他提到的就是 有其他的文档 我没注意看到 这个网页没打开 在在在 在那个铁 铁巴里面有 在马西山官方 网站铁巴里面 就是他推荐是把 总体设置里面的 这两个都不要勾上 尽量尽量都不要勾 这个G100这个是老版本上用的 好像新版本上用不上 打勾后不打勾后作用不大 就大家不用管 打勾就是放在这 他推荐的是不打勾 不打勾的情况下就是 那个加速度 你要让机器加工的 就是运行的更平滑 或者说加工的精度更高 是要把加速度尽量的尽大 那加速度尽量尽大的话 你这个电机的速度 可能就要缩小了 因为电机的扭力就那么大 你加速度那么大 是要靠他的那个扭力 扭力去平衡的 所以这个 要根据自己的电机 进行一个配置 因为 你把加速度设得过高的话 你的速度又太高的话 可能很容易造成湿布 湿布的造成的原因有很多 这里我也大概说一下 布禁电机的湿布问题 布禁电机湿布 有多方面原因 接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整个机器 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 它有电机 驱动器 控制器 还有一些输入信号 再加上电脑 这么多的因素 综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不要 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在控制器上 那控制器 没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在接线 在接线方面 我们的那个电机的线 是走到托链的话 尽量是避免和开关信号 就是那个远点开关 之内的信号一起走 另外就是把那个电机 或者你的那个开关信号 用屏蔽线来接 把信号屏蔽一下 另外是屏蔽层一定要接大力 这就是你的开关电源 或者说那个交流变压器 都要接力 而且你这个要是一般的步进 大家都用的是那种低价的开关电源的话 开关电源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 有的开关电源 他就偷减料 他滤波做得很差 你电流一上去 或者说一波动的话 它那个纹布大得不得了 会造成很多的一个干扰 所以大家不要单纯的认为 就是控制器不稳定 说你那个开关电源质量那么差 或者说你的步进电机的驱动器 也不是一个工业级 也是很糟糕的一个 那你怎么能够保证 它那个不丢布呢 所以说大家要各方面都去考量 不能简单的 就说是控制器的问题 这是关于对于那个 步进电机试步的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刚才说的是硬件方面 这软件方面呢 那很多情况下就是 你的速度加速度的一个配置 电机本来扭力就那么小的话 你的速度就不能跑高 加速度这两方面都不能太高 但是你要加工的细节 那个不变形的话 加速度又要求很高 那怎么办呢 只能降速度 或者是把你的进到速度调低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关于那个 马起山的一些那个运动设置 就是运动的一个抖动啊 或者说它的那个拐弯的变形的一些问题 或者加工速度慢的问题的一个解答 这个都涉及到就是 一个CV模式里面一些参数的设置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Stop on CV打开和不打开的一个差别 另外就是设置里面 这个很线索切割的开和关的差别 具体的那个有一些使用过程中的 实际情况加工情况 学自己加工去测试 本来从字面上理解的话 这个横线索切割的一个距离 就是实际上是叫做横线 横线索切割的那个加工误差 加工误差的话 你设计设置小的话 应该跑的精度要高一些 但实际情况好像达不到 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MAT3的升级 把这个功能慢慢砍掉了 而横线索切割的话 打开的话 那个很多情况下会平稳一些 因为它是尽量以横数的模式 穿越各个加工点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要么把这个横线索切割打开 要么去把那个总体设置里面的CVE StopCVE这个角度打开 进行一个对比 当然两个都打开是什么效果 我就没测试过了 好像差别不太大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机器 去感受一下 它振动厉不厉害 有没有试布 这个都要综合的去一个设置 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说法 也跟你的出的道路的 那个方式有关系 我的看法就是这么多 当然在那个 脑外的写的一些文档里面 大家也可以再去仔细看一下 理解一下它的意思 我把这个文档也放在 那个这颗木星的其他说明里面 过一会上场上去 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 那个它在原文文档 谢谢大家